有交易團的嗎 飛機總算落地回國 旅客帶著眷容 但心中大石放下不少 跟團旅遊卻因為當地旅行社 沒收到台灣旅行社款項 讓旅客無辜被丟包 有一天晚上 十點多台回旅館 然後沒有車子來接我們 這個旅程是不斷的驚嚇 不是驚喜 現在能夠回到台灣就很感恩 有孔難言 誰承辦的就誰去承擔的 就這樣 旅行社要負了很大的責任 十三天行程 每人花了大約二十萬台幣 卻遇上這樣的事情 誰有辦法接受 嘉義一行二十七人 參加撞游旅行社行程 到克羅埃西亞旅遊 不但來回班機被拆成兩班 在當地甚至被丟包 還被要求每人要再多付台幣 約七萬元費用 旅行社負責人坦承 費用確實還沒繳清 有一些違款沒有付沒有錯 我們裡面有 有增加東西也有減少東西 對啊也還沒算清 所有的那個 後面應當要付多少啊 有跟客人一直都有聯繫啊 這個旅行社它後面呢 還有兩個歐洲團 應該也不會繼續出團 這些還是要等到旅客回到台灣 然後召開了這個雙方協調會 那才能夠知道說後續 雙方是怎麼樣來做一個處理 拼貌協會介入協調處理 不但發現會款單疑似造假 負責人也被爆出有不少黑歷史 甚至後續還有兩團也因此受到影響 觀光署也火速做出裁決 勒令壯有旅行社 即日起停業 三個月內做好改善才能恢復 民視新聞中文宣公眾 依賴國賓台北桃園採訪報導